大家好,我是Stan 曾参加选拔Twice成员的Systeen 选拔Promise9成员的AidoraQ 并发表过个人专辑的泰国国际爱豆纳蒂 将在JVP娱乐的共同创立人 Cube娱乐的创立人洪森素 新创立的经纪公司S2娱乐 以女团出道 而这个消息除了纳蒂的粉丝之外 另外一名Preduce1公演爱豆纳蒂出身 著名练习生的粉丝们也感到非常高兴 1月12号 S2娱乐公开了新人女团Kiss of Life的预告影片 并公开了4位成员 而这组女团的创意总监 就是Preduce1公演爱豆纳哥出身 却被Mnet造假受害的伊黑影 在预告片公开当天 伊黑影就在IG发文 姻缘自己首次以创意总监参与制作的Kiss of Life 身为Twice的粉丝一直都有姻缘Nati 从小就在他国很辛苦了 希望一定能成功 伊黑影将Nati带到S2娱乐 是在粉丝们之间很有名的故事 本人自己公开了这段内容 伊黑影制作的Nati女团 伊黑影真棒虽然不是同一个路 但是同一个方向 站在舞台上虽然也是很华丽兴奋 但是能制作那样的舞台是更棒的 不过组合名怎么这样 Kiss of Life是什么呀 对于伊黑影参与制作的Nati女团 Kiss of Lif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Aspot成员们的烦恼 首先是Karina 运动也不长肌肉 没有个人计 问什么特长的话 无法回答 非常典型的爱的回答 再来是急诊 需要更多的时间 一天24小时也太短了 晚上就会思考很多事情 非常感性的一个人 然后是云藤 请给我们休假 做IG账号 最后是宁宁 您好 我现在想喝Cerro Cola 可以拜托给我一罐吗 只是想喝可了 宁宁太实在也太可爱 又好笑可可 给我们休假可可 Cerro Cola可可 四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更好笑 宁宁果然是超好笑 突然想到了宁宁的这个 姓名宁宁 性格不好 突然想到了 那个粉丝做的梗图 卡丽娜抓着宁宁与Winter 集结在后面拿着红酒 看着他们 就是这个 其实有关四个人的性格梗图 还有这些 感性集结 自己跟人云公主一样的作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Luz Rappin出演日本综艺节目的时候 主持人问 在韩国最有名的日本人是谁呢 大家都在苦恼 这个时候远近回答 果然 爱豆真的很有sense 如果是我可能会瞬间慌张 回答 Itohirobumi 第二天会召开流泪的记者会 QQQ 我也想着 Itohirobumi 瞳孔低震的进来了 我想着 宮崎还要进来的 QQ 应该是阿伯吧 爷爷奶奶们也知道 如果瞬间回答 Itohirobumi 或者是阿伯的话 又会在日韩两国引起争议的 回答得真好 所以想问一下 在大家的国家 最有名的日本人是谁呢 下个消息是 大家觉得 像在韩国Pixel野兽类上 出来颁奖的人 通告费 出演费是多少吗 没有 演员已结婚 出演一个YouTube节目后说了 颁奖人不会有什么通告费 颁奖金里用粉丝们的投票 赚那么多钱 怎么不给颁奖人钱呢 连车费也不给吗 不是 化妆服装车辆 要花很多钱呢 宣传 而且是有权威的颁奖典礼 所以才会参加的吧 如果我是演员 不给钱也会去露脸的 演员们也觉得 是有那个价值 所以才会参加的 许光瀚不是也去了 外国人也不给吗 换做我的话 自己掏钱也想去 所以在大家的国家 颁奖典礼的颁奖人 会有通告费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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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